前新聞主播趙海珠和顏子菲 這日在灣仔出席環保主題的頒獎典禮 而趙海珠透露她已經有了七個月寶寶 而這一胎更加是女女 我自己沒所謂的 其實我覺得可能兩兄弟更開心 更適合KID 這些東西又可以留給弟弟 但先生就很開心 因為我想一有男有女 一個好字就完美 多了情人 對,有自己的前世成 因為現在兒子就是我的情人 對,我經常拿著我的兒子 剛好女人一個 對,現在他又有了 但這些東西要重新再買 都是的,我還未開始 其實我想都是慢慢帶 可能因為有第一個經驗 現在這一胎就沒有那麼緊張 不會說真的一早去買完所有東西 始終家裡存在床、車都不用搞 可能自己還是收拾一些日用品 衣服、衣服、衣服、衣服 那些 慢慢就會勞力足足去收拾 即是甚麼時候 應該是四月第一個星期 都應該會開刀 開刀 對,因為我第一胎袋是開刀 對,因為我第一胎袋是開刀 對 對 對,因為他在四月裡 非常的禁止 究竟